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智库东亚政情署署长陈永峰教授 老师好东亚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另外是资深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大哥刘老大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来关心的是新上任的中国大陆外长秦刚 最近的动作频频怎么说 1月10号秦刚分别和俄罗斯 巴基斯坦还有韩国的外长通话说了什么 首先秦刚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中方愿意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不断的推进中俄两国的关系 而对巴基斯坦的外长则表示说 中方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保护中国公民 在毕露之省面对的恐攻威胁 对韩国的外长普正则是关切了 近期韩国对中国旅客所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 我先请教委员秦刚才上任不久 看到他就陆续跟俄罗斯巴基斯坦 还有韩国三国的外长通话 那么接下来大家关注的 当然还是他跟布林肯的会面 预计在今年年初布林肯要安排访问中国大陆 哪些工作您觉得会是秦刚上任之后 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 他最优先是去非洲吧 对 启程先到非洲 而且按照往年的关注 罗夫洛夫我觉得中俄关系已经是领导人级别了 那是各部会已经直通了啦 这不是外交部一个部会的事情啦 那个巴基斯坦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啦 坦白讲要处理真的不容易 因为中国大陆有提出要求说是不是可以让中方派出保安进驻啦 甚至是为武警啦 因为那个地方有恐怖主义活动嘛 所以这个恐怕 这个恐怕就是要通过外交管道来谈啦 因为你交给当地 那当地一直没有办法完整做好这件事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件事已经很久了 大概有一年多了 一直都没有答案 那我认为这个韓国外长跟他谈 最近这个签证的事啊 这个会联动到尹锡悦可不可以在第一季访问北京 因为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啦 坦白讲这个尹锡悦 在他的安保战略把中国列为重要合作国家 本来好像是在升温 结果碰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变数 不过我觉得 其他大概是他要去非洲走一趟 因为其他大部分是别的元首要来见习近平 那那个级别就是领导人级别 我们今天特别也会关注 就是中方因为他们每一年 在开年的时候都先到非洲进行访问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他们整个外交上的策略 那另外请教老大师说 因为看到秦刚上任 他接替王毅 您觉得他跟王毅在任时的比较上的话 进入到秦刚的外长时代呢 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呢 当然这个秦刚可以讲说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 就说外交部长最年轻 另外也是最让大家注重注意 全世界都很注意的就是秦刚 秦刚我们可以讲他的特点 就是一个是内力 一个是外力 这个内力内涵就叫必要性 他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 所以他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非常强 然后他有30年在欧美的经验 但是重要的是他的外力 就是他的充分性 他的充分性四个特点 一个肛蒙 一个机制 一个幽默 一个卵心 那肛蒙的话当然举个例子 当时德国媒体访问他说 说他们报道说这个 说这个疫苗什么东西问题的时候 说中国这是不是一个 这是不是一个这个 这个狼 什么战狼外交嘛 他当时就回来就说 我们所引进的资料 都是西方媒体的资料 可是有些国家不知道 从哪知道乱栽赃的话 那个可能就是恶狼 就凶恶恶 说他的战斗性很强 人家称中国战狼 第二个机制就是 美国不知道哪个台 有个女记者就给他射套 就希望他掉进陷阱 结果这个秦刚怎么样 他前后讲话 通通没有掉进陷阱 结果最后是这个女记者 气急败坏了 整个就是绕得很失常 让人家看了给他笑话 这就看出他的一个机制 那另外一个幽默 就是他12月6号 在美国应要出席 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晚宴 那另外也给他颁了一个奖 那这个时候呢 叫结束贡献奖 他演讲的时候他就讲 他就说感谢主席葛斯珀先生 对我的热情介绍 但是你忘了一点 你没有说秦刚大使是战狼 所以这个一个幽默 那他一个就是软心 软心的时候他当过礼宾司长 那礼宾司长在接待的时候 大家最多以前都没有人 第一个他把大陆的 现在的礼宾接待仪式 是他改革的 所以这个人是敢改革的人 现在大陆礼宾这个仪式多个旅宾 大家都去看那个旅宾的亮眼的地方 是他改革 还有中间这个都有 那他当时在这个沙特国王来的时候 以前那个阅兵还是两个台阶嘛 以前你是拿拐杖拿什么都扶着你上去 但是沙特国王去他当礼宾司长 发现是个谐拨 因为有人不懂就不好看嘛 很细心 有人不懂就不好看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软心 所以这个现在来讲 我们要讲究在看说 是因为大陆外交风格改变 所以才有秦刚出现 还是因为秦刚出现 会让大陆外交风格改变 您觉得 我觉得 十四造英雄 英雄造十四 因为你不要忘了 大陆从去年十月 所有发言 变调了 讲话 去年十月 讲话的语气就十月 然后后来我们知道 那个东盟会议 MPEG会议 所以人家讲说 大陆是不是就说 走到就是一个微校外交了 就从战狼外交变成微校外交 但是我觉得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理性 务实 高效男 所以他会从这个方面的一个外交 所以人家讲就是 去年大陆的外交是显眼 但是今年会更亮眼 接下来大家就会关注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他跟布林肯的会面 就是 应该是蛮有戏的 永宫老师您觉得 因为我们之前讲说 布林肯在秦刚上任之后 其实都没有接见过他 但是呢 等到接了外长以后呢 马上打电话 总要稍微拜个码头嘛 有时候一定要的吧 接下来 两个人的位置是一致的 所以对口单位 对 不管如何总是要先打个招呼 那再来的话 今天的 如果您要问我的 是今天的中美关系 有没有办法在秦刚 或者是布林肯两者之间 达到一定 括号进展的话 倒是未必 不过两者之间 秦刚本来在美国嘛 再来布林肯在上一次的 双方的领袖的会议里面 已经决定要到中国去访问 所以希望可以看到那件事 不过晚近因为疫情等等的关系 还有中美的冲突 没有降温 反而升温的状况底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再稍微慢一点来观察 但是期待他可以往好的方面上去 秦刚上任之后 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刚才我也提到了 从1月9号到16号到非洲访问 那要到访的国家 包括了伊索比亚 还有加鹏 安格拉 贝南 埃及 以及非洲联盟的总部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总部 那这也是秦刚担任外长之后的 首次出访 也是大陆外长连续33年来 都在年初首访非洲 我继续请教永峰老师 连续33年 中国的外长年初的首访 都是选择从非洲开始 那当然知道 第三世界国家 一向都是中国大陆的铁杆部队 中国共产党也把非洲 视为是外交的重点重心 所以中方能够成功的 经营非洲大陆的 几个重要关键 您的观察是 这个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战后的联合国体制 一国一票 要一个Nation State一票 的状况底下 当然非洲的票的数是够的 那如果要在票上面得到优势的话 扭转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权的话 欧洲国家变得非常重要 非洲国家是不足社会 不足社会的话跟中国合得来 一个一个Nation State 事实上不好意思 晚近的肯雅的驻联合国大使 不是才讲过吗 我们的国界线 是里斯本化的 是巴黎化的 是伦敦化的 我们如果像你们 欧洲国家 他当然指的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么在意国界线 谁住在哪里 哪里是谁 我们每天都站好不好 事实上当然是每天都有内战 那个当然是不足社会 也就是国家没有办法一统 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当然非常复杂 我们说非洲 非洲 非洲 不好意思 非洲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非洲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而中国有这种对应的能力 比如说他对国内的少数民主等等 一样的道理放射到国际关系的时候 是有方法的 我猜 然后因为非洲还包括伊斯兰教 基督教 还有跟我们原住民很像的主灵信仰 所以那个复杂到爆 所以用美国型的新教原理去 用一致的原理去对应 我觉得失败的可能性高 反而是中国的这种各式各样的 因地制宜 因国制宜 因人制宜的 这样的柔软性 我反而是觉得适合的 您提到柔软性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 针对非洲的这个战略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能够处理到更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 是的 然后像包括最近这几年也看到 包括协助当地的维安 还有特别是经济的重点 维安您觉得中美两强 尤其现在竞争的这么激烈 那看到了非洲始终是中方非常重视的一个焦点所在 中国的非洲大战略您怎么看 非洲啊 非洲刚刚我们永峰老师已经讲到了 因为他一开始不是联合国 所以他就想要争取参加联合国 那当然是从非洲兄弟 争取友谊开始 那个时候还搞第三世界革命 所以那个是有历史造成的 那当然 他就发现非洲就是除了法国之外 英美系统都逐渐在忽略他 所以他就 我觉得坦白讲也是找到空隙 那就开始投入大量的基建 比如说唐善利亚铁路那是文革的时候原建 那时候他才多少钱 GDP这么低的情况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些里程碑 那现在已经变成他的铁票集团 因为联合国已经 坦白讲现在投票 190几个国家 非洲就54票 他本身就构成一个 而且中华大陆所提出来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跟非洲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所以就 关系就越来越紧密了 对上下的优势 我以为您觉得是不是就已经造成说 美方就算再怎么努力也是 孤城无力可回天的那种态势 我认为美国早就放弃非洲了 就好比他放弃东南亚一样 要再回来那个已经差距十年以上了 那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耐心 或者长期投资的眼光 比如说法国 法国真的是唯一的例外 他进行非洲是 要把他当作属地 要把法国文化在当地 长久能够 让当地也变成法国文化的文明 所以为什么法国会有那么多的非洲裔 你没看到他的足球队都是非洲裔 对不对 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字 南 这个中国大陆对非洲 第一个砸根深 不是说这三十几年去 周恩来时代第三世界 就跟非洲有一个组合 就当时他了解到非洲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几年来 中国大陆对非洲很用心 当时他发现中国大陆 很多人到非洲去的时候 在当地 就是说给当地人民印象不好 可能日本人到当地 比如说他开工厂 他不用非洲工人 他从大陆广西带了很多工人过去 然后把他开矿开完了以后 把他一炸 那个东西一炸都掩埋掉 可是日本在那边有在耕耘 就是说给他们的知识分子 感觉日本人很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这几年改了 把坏毛病都改掉 开始就是在那个方面有在做 所以他对 所以中国大陆对非洲很用心 大家不知道美国想动脑筋 后来大家懒得动 但是日本很想动脑筋 还有印度也想动脑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2023新年贺词当中 就一改20大期间不断谈到统一 只表示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的同胞相向而行 攜手并进 而过去代表战狼外交的其中一位人物 赵立坚最近这两天 看到他的新闻也很多 传出不再担任发言人 而是调任边界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 所以从最近大陆北京上下都释出这个和缓的信号 那大家也在想的是说 战狼外交有可能或是已经转上了吗 委员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看过去两三年 那每天都在跟西方 当然主要是美国跟五眼联盟 跟那边对杠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他开始在联合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然后现在在全世界141个国家跟他最大贸易伙伴 他要去提倡的应该是他跟中俄联合声明所讲的国际资讯 所以那个他现在需要的可能是讲他要做什么 更加为主 而不是要去对抗美国什么 因为美国已经在很多区域都败下阵来了 比如说中东 中东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在消长之中 那东南亚非洲那根本就是已经输了 我说美国 南美洲未来还有得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南太平洋中国力量也开始进去了 所以你如果是中国大陆你想 你应该要讲的是你要做什么 你整天去讲你跟美国在吵什么 那可能是老大跟老二的矛盾 其他国家跟他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有点想通 因为习近平有讲过一句话 说要说好中国的故事 那坦白讲战狼并没有说好中国的故事 所以现在做些许的调整 但您觉得中方这样的和缓 把态度也放得和缓 美方感受得到 对美国是无效的 所以勇峰兄刚刚的讲法我是同意的 不要期待太高 不用期待太高 另外嘴巴上不战狼 但是行动上还是超级战狼 对可是媒体会比较没有受伤 对比如说日本韩国才稍微对中国的观光客进行管制而已 马上自己主动的 几乎是事实上禁止了日本跟韩国的新签证 你卖来好了 事实上禁止 事实上禁止 所以有这么严重 其实动作超大 动作很大 但是话也许没讲那么白了 这是一个态度的表现 所以是行动 这也是行动 因为他就是告诉你对的嘛 一来一往嘛 那老大我想请教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中共最近放出这个和缓的信号 媒体怎么看 日经亚洲是推测说 可能是为了习近平在11月 要藉由参加APEC领导人峰会为理由 作为访问美国做铺垫 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 莱恩哈斯就分析说 更平和的气氛是能够帮助习近平 争取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友好态度 但问题就是 单就目前的中美关系来观察的话 您觉得习近平在今年11月访美的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今年会有很多变化 第一个这个麦卡锡万一一月到台湾来的话 那么布林肯也不要去大陆了 那布林肯不去大陆的话 那么这个 单单习近平参加APEC有几个 第一个他要不要去 第二个他去 那另外拜登会不会去 那去的话他们会不会见面 这个都有很多层的变数了 麦卡锡有怎么可能这么快 因为麦卡锡他今天奖金受害第一个 他这个时候他就说 他这场选了15次才上 对 他要为自己立威 您是认为他 那一定要有一个更重要 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 那你现在在美国会让大家来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整个就是抗中挺台 那你表现抗中挺台 那还有麻烦不是他 麻烦是拜登 另外第二个他也不会让拜登跟这个 跟这个中国会稍微和缓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 所以要看前面的变数 其实跟不跟你见 习近平没什么好机的 是你可能 你可能美国比这个 因为你拜登要再想选连任 想要干什么 对不对 你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你还是要考虑 不过一条变数 因为你刚才说 最快一月 哇那就是这一个月 可是因为 这一个月台湾在过年怎么可能 是啊 而且他这个 他就休假才会来嘛 因为一定要等到 他们国会休会期间 对他休会期间过来的话 那就8月 那就再来 8月也是在11月之前 那也就在那个前面 那他来的时候你怎么动 这都是两个变数 习近平去美国是为了参加APEC 对啊 不是高峰会 也不是国事访问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去 那但是去是这个峰会没有说 他不是一个国事外交 但是他跟拜登会不会建 要建多久 这个都是 就是利用APEC的机会 也许见个面 所以那委员怎么看呢 因为刚刚老大师认为说 其实 麥卡锡很可能很快 不只是这个 拜卡锡要来只有8月有可能 因为明年人家要选总统 你在抢人家的风头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 他唯一的时间只有8月 就是派罗西满一周 现在看来 就是这些迹象看来 您觉得他来的机会大吗 因为也有人认为 90%以上 您认为是90%以上 一定要来 一定想来 OK 然后再来就是总统候选人来 所以 所以那我们就得 共和党一定会来 我们就得期待是 如果麥卡锡 就像是 像上次如果 Pelosi来到台湾之后 所引发的台海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紧张 还有可能会再升级 这个会更严重 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 就有点诡异了 就是57架 飞机 然后1月8号到9号 而且是夜间出来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这个 就会联想到麥卡锡 刚当选讲的话 就是说有更严重的事 因为你要知道那57架里面 有轟6 有无人机 有J11 那个不是针对海上 那是针对陆地 所以基本上它飞行的距离已经 如果射导弹 已经可以打到台北 所以1月8号那个演习 是非常严重的演习 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 其实像日本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我请永鹏老师带我们观察 就是说 前面刚刚讲到说 中方跟俄方 是说关系不断地推进 但最近也传出说 加拿大因为担心中俄的威胁 是要用190亿加币 折合美元是140亿 那么台币大概是4267亿 要采购88架F35这个战机 预计在2026年 要交付第一批的战机 2029年正式成军投入使用 所以您觉得中俄的哪些作为 让加拿大会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花了真的是很多钱 88架的F35要花190亿加币 那钱不是问题啦 是整个世界 世界史前进的方向大概就固定化了 没变 海跟陆的对决 这个我讲过非常久了 所以中俄越紧密的连在一起 还有各位不要忘记 还有德国 德国也是在这里面 有机会再说明好了 但是各位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是 中国跟俄国嘛 比较先加进去也行 确实是对于 括号海洋国家的大威胁 但是中俄这样的陆地国家 陆权国家 大陆国家 它的崛起当然是经济性的崛起 因为它的政治相对的稳定 只要它的领导不垮台的话 布丁跟习近平不垮台的话 大概就是维持这样的样态 经济上 相对于我们的世界 确实是非常的稳固 但是经济一起来之后 经济一起来 是靠着海洋国家的自由貿易而起来的 不管现在跟它有多大的冲突 所以它要出海 比如中国是根本不需要航空母舰 但是现在已经造到了第三艘 说不定还有第四艘 第五艘 所以说这样的举动或倾向 我讲的是比较长的 海洋国家包括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日本 虽然都在衰退中 但是警戒 还有澳洲 另外 岸田文雄这一次并没有去德国 这个我想破头 都不知道在干嘛 你觉得是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不去 我前面已经打了 陈永峰理论里面 陈永峰理论已经说明了那件事 但是明明是G7的会员国 就单单不去德国 露了德国 这个露是露得太厉害 这泄露出太多世界史的秘密 可是他去了法国 不去了法国 所以法国是不入不海嘛 不入不海 那我请教老大 加拿大加强军力 您觉得对未来整个太平洋的这些态势会造成什么样的 加拿大三军的部队是七万五千人 空军是一万两千 那目前的主力战机是130架CF-18 就是大黄蜂 那么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第一个离中国几千公里 离着俄罗斯中间一个北平洋去北极海 他对他哪有什么威胁 根本没有什么威胁 而且加拿大跟美国有共组就是 这个可以叫做北方防空司令部 北美防空司令部 他们是共同组成的 所以他一点威胁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他是拿中俄威胁 然后去争取预算 要把现在的这些大黄蜂能够换新 换成新的一个飞机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打仗不打仗 这个当然加拿大也要防止一个 因为将来这个地球暖化以后 可能这个北极海这边是一个大的问题 他就是俄罗斯人是否直接在动 对 就直接在管 所以他这个方面 所以他这个先换飞机 目前的威胁倒也没有什么 可是我觉得说他把那个淘汰 这个要让国会脾气算 但是要强调威胁 这个美国已经很喜欢玩这一招 所以他也学一学 另外就是传统的地缘政治 已经不是今天的地缘政治 包括科技文明等等的进展 还有当然气候的变化 新的地缘政治 已经跟传统我们教科书上看到的 有很大的差异 的确 新的地缘政治形成 等一下就来看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 岸田为了这次日本要主办的G7 最近是跑遍各国马上回来